我們出發 餓個餓了沒有 有一點 該餓了吧 小餓 你有真的覺得就是 因為你是職業選手 所以對你們來說 吃飯是一種工作嗎 對啊 真的是工作 我一點已經 享受不到吃飯的樂趣 我覺得很多 沒有踏入過職業界的人 會有這個樣子的一個看法 上個禮拜我在直播的時候 我聊到說 不管是自然的選手 或用藥的選手 可以長多少肌肉 那下面就有人就開始出現說 什麼用藥 水牛肚什麼東西 生長激素 一島素一大堆 但其實後來我們發現 肚子出來是因為吃 你的看法呢 因為其實在有一陣子的時候 應該剛開始比完賽 在政績的時候 那一陣子其實很不幸 是我要吃這麼多食物 然後跟我沒有辦法 找到一個合理的 應該是適合的休息的時間 所以我那時候都是這樣吃一場 好累喔 然後再去躺著 然後就吃第二餐 好累喔再躺著 所以這情況下 我的肚子的東西 其實沒有消化好 可能很多食物都在胃裡面 沒有消化好 後來就是調整一下吧 就是我可能 我要睡 我就是直接一次睡久一點 對 然後我這睡吧 我再起來 我再開始吃我第一餐 我可能吃完第一餐 我就開始做活動 我可能就是去上課 或是幹嘛的 所以你練了十二三年 對 什麼時候開始比賽 我當兵的時候比第一場比賽 所以我大學二年級的時候 開始訓練 20歲的時候 對 比了多久變成職業選手 我開始比賽 三年之內我就拿到 26歲拿到職業卡 那其實也很快耶 那時候沒有所謂職業選手 是 所以你是台灣的第一個職業選手嗎 其實算第一個 但是我們其實那天是一起拿到的 我跟健新 你跟健新是同時拿到的 它是健體嗎 你的項目是 古典健美 那時候台灣的比賽 也只有單純的健美 沒有健體這個項目 健體也不過才十年 對 然後那也是後來我們出國比賽的時候 有這些衍生的項目 因為那時候其實我肉量是比較不足的 70-75公斤級的 你多高 我169.5 你的古典如果是IFVP職業 可以給你到多重 84 84 只有這樣子啊 對啊 又太矮了 哈哈 你只準到84啊 對啊 所以我上次就是 因為我真的是比完阿諾貝之後 對 然後我就是覺得 我真的是愧對於大家這種感覺 硬著頭皮 去比了一個212 我原本是比212 我硬著頭皮去比了古典 哦 你本來就212 所以我那時候是比完賽 然後也已經吃亂吃了幾 兩天了 然後那時候距離比賽只剩3天嘛 我要是3天之內從 我那時候晚上踩上去的時候 報名完的時候 我踩上去體重計的時候 我那時候是97公斤 你要到84 對 3天之內要低於84 你這變魔術吧 我那時候才死掉 13公斤我管它是脂肪也好 肌肉也好 水分也好 我管你 你怎麼下去的 第一個是飲食部分 你也不管蛋白質脂肪什麼的 我就是 碳水都沒吃了啊 你一整天吃了 大概吃不到300大卡吧 喝個蛋白粉差不多啦 一包蛋白粉150卡 喝兩包 再來就是 使用膩鳥劑 OK 然後再來就是 泡鹽浴 喔 我有聽說 再來就是 會讓你的汗出了 蒸氣跟烤箱 用盡所有全力 然後在最後練過棒的時候 那時候 踩上棒的時候82 83吧 居然給你過了耶 過啊 但是我那時候就是整個是 身體就是泥水 我臉是整個凹到最底 你可以看到骨頭那種感覺 但是不好看 我坐下來的時候 我休息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心臟跳不太起來的感覺 我的天啊 然後就耳鳴超嚴重 好辛苦 然後就覺得 那你自己判斷 OK 兩個問題我剛剛想到的 第一個跟你一樣高的人 所以他也只能有84公斤 對 去比古典 對 那如果你同樣遇到同樣身高 同樣84公斤的肉量 你能占到這樣的便宜嗎 在你天生的骨架跟比例上 蠻強的 我 古典會不會是你的一個選項 古典的話應該是 我覺得是 算是 如果是同樣身高的話 我覺得我是 算是蠻優勢吧 對啊 因為其實如果 把自己身體說那麼乾 其實我的腰是很細的 你的腰很小嘛 我的腰 對 然後 實際的維度有沒有量過 腰多少 可能 以前在比賽的時候 可能 28公斤 那真的很小 這樣子 但就是我沒有辦法 我遇到其他對手 每個都 都是很高的 古典其實他很不公平 他身高高的真的 開放的數字會差很多 因為他們我遇到對手 全部都是90幾公斤 到150公斤那種的 是 我實在不知道古典 它這個規則到底怎麼來的 身高高一些 但它給開放這麼的多 其實它的用意就是希望你這個人 上去的時候保持在一個 是 一個比例感裡面 它不管你肉量多寡 但它就希望你的比例是好的 它唯一能夠控制只有數字 對啊 因為它就是規範差不多的身高嘛 那你最多體重都在這裡 所以你的身體型不會變成 像傳統健美一樣 一顆球 這麼原論 或是怎麼樣 那下一個問題就是 那你覺得 你自己比較適合212還是傳統古典 如果像是我的話 我當然會比較偏向於傳統健美 因為我本身就是喜歡傳統健美 我懂 但其實我的骨架啊 我的這些東西就是 肉量累積上 我就沒有辦法這麼龐大 看起來也沒有 就自覺上沒有這麼快 這麼多年下來 你到底長了多少肌肉 從你一開始到現在 我剛開始練的時候 我可能50 出頭公斤 什麼東西啦 這假的啊 真的真的 我以前都是不吃飯啊 愛運動那種 很喜歡跑那種長跑 然後做運動都是比較 配合量就很高的 但是你會喜歡運動 也是因為這樣嘛 所以開始在訓練沒多久 我就得到一個蠻好的成效 這個矛盾啊 你本來是一個有氧的 耐力型的突然間轉到變健美 你怎麼會發現你有這樣的天分 應該是說我開始接觸健身嘛 然後就覺得我是可以變壯的 可能練了半年 我就覺得我大有成效 我就跟別人不一樣 我就哇 前半年長得長 帥喔 我也不知道 大概長了快 5公斤 快10公斤吧 半年喔 5到10公斤左右 那這真的是 肌肉對於重量的反應挺好的 有朋友教我怎麼練 然後我就用一樣方式練了三四年這樣 同一招直接練三四年 沒有練過腿 真的喔 你前三四年不練腿 對我只有接觸 我開始第二場比賽的時候 我才知道健美也要練腿 你是腿王欸 但其實我花很多時間去 就是鍛鍊我的下肢 其實那時候真的是為了比賽 我就覺得不行 就是原來是要練腿的 然後我看那個真的 健身房從那個 哇有一個腿好強的前輩 腿原來是可以長這樣 好帥喔 對不對 對 對啊我聽到我好難過 我腿是小兒媽 練一次就要吐個三四次這樣 我就這樣撐了一年 然後隔一年的同一場比賽 我就已經是變成冠軍了 OK 所以我也是覺得辛苦是值得的 所以簡單來說前面一兩年的 我們叫新手蜜月期 你身體就發展很快 你等於看到你身體的這一個 這一個條件 對但是我其實是 因為畢竟我從小就開始 一直有運動習慣 也很努力運動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有影響 因為假使說你沒有運動習慣 你這時候突然要開始做訓練 要練健美什麼的 其實你是需要花很多時間 去建立你的基礎 嗯 會啦但很多可能 就覺得喔 為什麼人家練幾年就變成這樣 為什麼 我明明很努力了啊 或幹嘛 人家問我說凱哥什麼是健美的好基因 我說除了肌肉發展 你天生比例要對 你的腦袋 其實這也是屬於基因的一部分 你愛不愛戀 你願不願意吃苦 對啊 這也是基因的一部分 有很多人不相信 對我來說我看下來 我會覺得說其實 在到達最基本的 你成為職業健美選手的 這個階段啊 其實都是你只要很努力 就可以達成的 你還根本還不用看到什麼天賦呢 哈哈哈哈 真的真的真的 我是真的認真量決 沒有啦 這其實要當職業健美選手 還是要一定的天分 絕對要啦 就我們先把努力放一邊 努力是必須的 你還是需要一定的天生的條件 才有可能變 還是需要啦 但我就覺得沒有啊 對因為你很簡單 其實這些很厲害的選手啊 像Nick Walker 或是誰 他們以前都把他們以前的照片拿出來看 你根本不會覺得這個人以後是會成就怎麼樣 你懂嗎 你把我第一場比賽的照片拿出來 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後面會變這樣子 Nick Walker的決心有多大吧 對 所以你看這些就知道 其實跟基因沒有太大的差異 講到這個我剛剛前面我們斷掉了 所以你到底一共堆疊了多少肌肉在身上 我現在大概也是110吧 那你認為你現在上台 你可以留住多少體重上台 我覺得我現在如果上台 我有在大概體重3、4% 然後我保持在94到96公斤 我就覺得很好 因為去年我看到你在那個Arno UK上投 就明顯比大家其他212明顯的小了一圈 對因為我大概上台體重大概87左右 對嘛 你總要填到個95、96上去才對 對啊 那你的肉量不足 所以這是你接下來要調整的 就把這個修正起來 那可能後面就會比較順利了 那接下來下一個目標是什麼 就是我現在已經把體重長到110了 那這時候會盡量想要維持差不多體重 維持差不多的熱量 那我希望體能體質可以慢慢的調整 可能往下減少個3到4%左右 然後我可能肉量上也可以慢慢成長 再成長一些 或是讓肌肉更成熟更肥大 那這時候我們再去考慮說要不要比哪場比賽 才去真正做到減脂這個動作 你還沒有決定要比哪一場 對啊我還沒有 那因為我身體還沒做好 我就還沒 我覺得就是還在變強的這個階段 是 對啊馬上去比對我來說沒有意義 我現在應該更專注的再把肉量提升 就是這件事實上做好 所以你說你要再調個3到4%的體脂肪 對 你現在自己粗估你的脂肪大概在多少 要能13到16之間吧 現在 所以你可能想要先調整回到10上下 對啊 然後維持住現在的飲食的熱量 對 跟訓練量 接下來我要問的會比較敏感一點 就是一般人如果他會覺得我自然我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 因為大家都是覺得說我已經練到這個程度 我的強度已經到這樣子了 我的飲食已經到這樣子了 我的肌肉真的沒有再有辦法往上漲 你是在使用藥物的方面 你是有做什麼樣的調整嗎 使用藥物方面有什麼調整嗎 我覺得這個很難講 因為每個人對於就是光訓練的那個強度的定義啊 跟靜力的這個定義就已經不一樣了 是 所以很多人問說我已經明明這麼努力了 為什麼我就是沒有變強 我是要使用藥物 或者是時間累積的還不夠 對 對 之類的 但其實你沒有辦法做到那個階段的你就是你沒有辦法懂 對 所以我們也只能就是我可能都會分享我自己的經歷 可能是怎樣狀況下 我們在這之前我如果拿到全國冠軍之前 其實我都沒有使用過什麼藥物啊或是什麼的 OK 但我為了要 你是自然拿到全國冠軍的 嗯 我絕對相信你 我絕對相信 因為我認為 我們再回到基因方面 如果你連這個樣子的條件都沒有的話 怎麼當職業選手 有些人會這樣想 當初我也是這樣想 但我覺得不一樣的是 應該說你沒有一個成熟的心智吧 然後你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情況下 那你繼續使用藥物那其實有用跟沒用是一樣的 是啊 對 那其實有很多人都是 他沒有使用藥物 但他就是很紮實的訓練 很刻薄的訓練 他一樣找得非常好 真是屌念你們這些 我們這些有使用藥物的人 你也很難說 你一定要到什麼程度 你才能使用藥物 你懂嗎 這個倒是沒有特別 對啊 對啊 我夠格使用藥物嗎 你永遠沒有什麼夠格不夠格 沒有沒有 對啊 你自己做決定就好了 清楚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這才是重點 對啊 因為像我完全不會有人說 教練你覺得我該使用藥物嗎 我說我絕對不會幫你做決定 你自己想 對 那我可以跟你講 我是什麼樣的狀況 對啊 然後跟你使用這些東西 你譬如要承受怎麼樣的風險 但是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 從去年的比賽到現在 去年已經是你健身的第10年了 對不對 但是你還能夠看到你的肌肉 還在往上成長 嗯 那表示你的身體還沒有被開發完 對啊 對不對 那長期的計畫 健美的這條路上 最終目標 你現在上也沒有什麼最終目標 但我就是希望可以站上奧賽的舞台 我希望可以 第一件事如果是短期 我當然希望可以在212棒拿到冠軍 對啊 因為成為職業選手之後其實 讓我 就是 其實蠻受挫的啦 就是 因為 你知道嗎以前都 啊 真的拿到冠軍了 現在被人說 哇 各就拿不到冠軍 你知道嗎 因為職業選手都是各個國家的冠軍 哇 我就拿到第三名 我已經這麼開心了 我是怎樣 有沒有 有沒有一點羞恥心啊 哈哈哈哈 我都這樣在那邊覺得 所以也是希望有一天可以站上奧賽的舞台 對 那你的項目就是會定在212 我想來說是 那所以今年的比賽還沒有定要上哪一場 對 還沒有 如果真的要比也可能是年底或是明年 那如果今年你會選年底的一些職業比賽的話 可能就是日本吧 那它應該是2024年的奧賽資格 對 如果你有贏的話 對 那我可能會挑選比賽 我可能會開始挑以亞洲為主 所以我可能會選擇泰國 那我們台灣自己本土 沒有 沒有 沒有212嗎 我們的職業賽沒有 哈哈 因為我們傳統的選手就沒有幾個啊 而且 你要辦這個項目就代表說 你可以比較有優勢的去拿到這個奧賽資格 那我們可以跟主辦單位健身工廠稍微建議一下嗎 給我們台灣國內的選手一個機會 哈哈哈哈 還不用啊 因為我們不夠強 哈哈哈哈 對不對 台灣現在男生的職業選手 目前有幾個 剛剛我們就看到兩個了嘛 你跟阿瑞嘛 對不對 劍欣我們知道嘛 劉翔嘛 還有誰是台灣男生 明傑嘛 亞瑟 還有亞瑟 對對對 亞瑟是 古典 全都是古典 他們都是古典的 對啊 所以台灣的IVB的健美比賽 會有古典賽 會 因為選手夠多 對 所以也是我們就比較有機會的 好啦 到了 可以吃東西了 好了 我們準備開吃 這個位置不知道能不能停 可以吧 哦 纏障車尾 纏障車尾 練完腿就可以 哈哈哈哈 對 練完腿可以停纏障車尾 但是你沒有掛牌子 人家照樣開法 當然 好等一下我們認真吃 那我也希望真的能夠盡快的看上你 看到你有機會上奧賽的舞台 努力 好嗎 因為我自己也是喜歡看健美的 OK 健體我是覺得 他畢竟是比較一個新的東西 我也喜歡看健美 那我當然真的很想看到 我們中華民國台灣的選手 可以有一個選手 是站上奧賽式 健美的姿態上 嗯 好不好 加油 Pare 能力 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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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來 啊 C B 0 2 0 0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春生阿如 给你 满满的私信 夜晚的私信 黑五星